Kamma又升级了现在推出了五大全新的功能 这期影片就会具体展示给你如何操作 真的太好用了 特别是现在Kamma能够让你免费给影片增加字幕了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一种网络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对我频道 那首先第一个功能它是添加页网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你是可以使用在Kamma的任何内容类型里面 除了这个文件类型 那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这个简报了 那这个简报呢它是没有页码的 如果说想去增加页码 我需要选这个文字选项 然后呢在底下你可以看到动态文字 然后有个页数的功能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在右下角就会出现页码了 这是第一页 那这是第二页 这是第三页 那如果说呢开始编辑这个页码 你可以首先选择这个页码 然后呢来到这上面选择编辑 这边呢就可以让你去调节页码的格式 像这种的话就是仅限数字的格式了 然后呢可以变成D加数字加页这种类型 那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第一页了 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 第几页 然后会告诉你总共几页 那比如说这个是第一页 然后呢总共是16页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页码呢 和我本身的一些文案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是可以移动它的 比如说往下移一些 不仅如此你也可以调节它的字型 比如说选了这个 那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这字型了 然后呢字体大小也是能改变的 比如说变得小一些 另外呢也可以去改变文字的颜色 比如说变成黄色 那现在呢我们只是调节了 这个页面上面它的这个页码的格式 你看到其他页上面呢 它是没有这样的形式的 所以呢我选择这个刚才我们调整好的页码 再选择编辑 然后呢这边有个选项 套用属性这所有页面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些所有的页面都是这样的页码格式了 那假如说我想删除掉其中一页 那这边我选了第二页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总共是16页的 在删除之后你可以看到 刚才第三页呢变成了第二页了 然后呢总共变成了15页了 那如果说我想新增一个页面 比如说在这边我新增一个页面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新增的页面呢就变成了第二页了 所以呢它是一个动态的页码的调整的 下个新功能呢就是投票测验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形式的 那想要去打开这个投票测验的功能 你需要选择元素 然后呢在这边找到投票及测验功能 你可以选择这边查看全部 那这边呢分为测验类别还有投票类别 那我们先看一下测验类别 选择查看全部 那这边呢就是关于测验类别它的一个样式了 那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测验 那它是让你去判断这个正确还有错误的选择 那你需要加入自己的文案 你选这个编辑 那这边呢你可以输入你的问题了 那这边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YouTube频道买流量是正确的方法 那底下呢你可以输入回答选项 那这边就有两个选项 正确错误那你需要告诉Canva 这道题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 那这边呢它本身预设的是错误选项是正确的 那肯定不对的 那我需要选这个显示更多 然后呢把这个标记为正确 那现在这个选项就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选项往下移动 那正确这个选项就变成往下了 或者往上移动 然后呢你可以新增选项或者是复制选项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下有一个按钮 你可以更改它的文本 比如说我选择提价答案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颜色 比如说你变成这样的颜色 那你可以看到整体就变成了这样的颜色了 那你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 那你就需要去分享这一个测试的链接了 选择右上角分享 然后呢选择这个公开解释链接 选择这个建立公开解释链接 这边呢选择这个复制链接 那现在呢我就用手机去打开了这个链接了 然后呢我就可以选择了 比如说我选择正确 然后呢再选择提交答案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告诉了这是一个正确答案了 那想去查看到测试里面所收获到的所有的回应 你可以选择这边回应 那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者 他们的回答正确情况了 在底下呢你可以导出CSV的 还有这个呢就是投票功能 那这边呢也是有很多样式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样式 那还是一样你可以选择编辑 那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的问题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输入你的投票选项 那这边呢也是有三个点标志 你可以往上移往下移 新增选项复制选项都是可以的 那作为参与者就可以选择其中个选项了 然后就可以看到每个选项它的选择百分比的 在这边呢你可以查看到回应 你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去选择这个选项了 第三个全新功能呢就是现在开码能够让你去添加字幕了 而且呢就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那添加字幕的功能呢只能够在社群媒体 还有影片的文档里面才能够需要 那这里呢我就导入一段影片了 这边就会展示出我在分享的这页面了 我就可以对它进行解说 然后可以选完全 那想要去新增字幕 你可以选择左边的文字选项 在这边动态文字呢你就可以找到这个captions 然后呢你需要选择需要新增辅助字幕的影片 那这边呢我只有一段影片 就选择这段影片就可以了 然后呢选这边产生字幕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 Cam就帮助我去导出了字幕了 这边就会展示出我在分享的这页面了 我就可以对它进行解说 然后可以选完全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说想要对它进行编辑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字幕 然后呢在这边选择字幕选项 这边呢就可以修改里面的字幕信息了 而且这个字幕呢你是能够去挪动它位置的 然后呢你可以修改字幕的字形 以及呢调节字形的尺寸 或者呢你想调节文字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把它变粗体变细体都是可以的 以及呢加入文字的效果 那这边呢它是一种带有背景的字幕了 你可以选择变成了阴影字幕也是可以的 或者呢你可以给你的字幕去交一个动画 比如说这个平易动画 这边就会展示出我在分享这页面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幕就会有一个动画了 下一个新功能就是文件功能升级 那现在呢我打开了一个开码的文件文档 在中间呢我可以选择新增 那我想新增一个资料行 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栏数的资料行 比如说有两栏的三栏的四栏的 还有呢右侧边蓝左侧边蓝还有三栏的包含了侧边蓝的 那这边呢我选了一个三栏 那你可以看到就新增了这个三栏的选项了 那这边呢我可以首先先添加颜色 比如说把它们都变紫色 在我选取这个资料蓝之后呢我可以挪动这标志 就可以为它呢去新增一些间距了 这次资料行里面呢我们是能够添加元素的 你可以看到我就投入一个元素了 那下面你可以看到我就新增了三个元素了 然后每个元素呢都是能去调节大小的 以及呢可以选择它的对齐顺序 有需要选择这个对齐选项 点击一下变成靠左对齐 再点击一下靠右对齐 再点击一下靠中间对齐 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版面配置间距 你可以调节这个每个格子之间的间距 你可以看到就可以调整了 然后呢可以调节资料蓝间距 所以现在Canva的文件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 下一个全新功能是简报元素出现控制 那现在呢我有个简报的页面 那假如说我在展示简报的时候 我并不想要让所有的元素同时出现 那像Canva呢就能够让你去按照顺序出现一些元素了 我是要首先全选这些元素 然后呢这边选择平移 也就是动画效果 在这边呢有个简报设定按一下时出现 这边你还可以查看到它出现时候的顺序 首先展示的是这个问题陈述这个文字 然后呢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我还来展示一下 选择这边全一幕展示 那这边首先是一个空白的页面 然后我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文字出现了 再点击一下 第一个元素出现了 再点击一下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所以呢这是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去展示我简报里面的信息的 那不仅是在电脑端上 在手机端上也是能够去远程控制的 来到这里下 这边选择三个点标志显示更多 然后呢选择分享遥控器 这边用你的手机呢 去扫描这二维码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够去远程操控了 我按住右键就进行下一步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文字出现了 再按一步 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所以呢你就能够去远程的操控你的简报展示了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Canva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帮助 喜欢这部影片 顶赞 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很多各种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